拳打棕熊脚踢老虎的战斗民族却对狼群束手无策 西伯利亚平原尤其是远东一带灰狼已经泛滥成灾 他们入侵人类领地咬死成千上万的家畜 每年给俄罗斯造成近两千万经济损失 人狼大战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中俄边境有截壤的地方 那这些狼群会入侵到中国吗 我国境内同样有野狼 他们会不会在我国泛滥成灾呢 这里是万五零 欢迎关注熊探长 带你探索有零万物 俄罗斯东北的亚库特地区 北林北冰洋 西边是中西伯利亚高原 南边是外星安岭 东边是切尔斯基山脉 是世界上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亚库特地区属于严寒的大陆性气候 夏季短暂而冬季漫长 最冷的一月平均气温零下40度 最冷更是达到零下70度 这里的冬季长达6.5到9个月 是北半球冬季最长 气温最低的地区 人类在这里生存很艰难 但总有动物能在这里 活得如鱼得水 西伯利亚狼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西伯利亚平原狼 属于灰狼之下的一个亚种 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犬科动物 也是哈士奇的祖先 它们毛发厚实 拥有着一条很长的毛尾巴 毛发的颜色通常为灰色 夹杂着棕黑色或绣红色斑纹 大部分的狼毛色会和蒙古狼的沙漠色混杂 跟其他狼不同的是 西伯利亚灰狼体型更大 成年狼一般身长1到1.5米 体重40公斤左右 可不容小觑 它们胸部狭窄 拥有着强健的背部和腿部肌肉 体力耐力都很好 一小时能速走约10公里 适合长途跋涉 西伯利亚狼通常5到12只 为一个团队 经常在森林 沙漠 山地 寒带草原 捕食猎物 小到兔子 老鼠 大到驼鹿 牦牛 只要能抓到 它们都吃 在追猪猎物时 狼群能将速度提高至65公里每小时 还会交替长距离追击 偷袭猎物 战术意识极强 当然狼并非纯肉食动物 它们属于杂食性动物 偶尔也会在夏天吃点嫩牙 青草 姜果 打打牙机 战斗民族能碾压棕熊和老虎 俄罗斯亚库特地区的冬季 食草动物会大批量迁徙 灰狼为了填饱肚子 就将目光锁定在了附近的牧民身上 亚库特地区拥有着一块水草丰盛的草原 很适合放牧 牧民们从以前就在此处放牧驯鹿 马 牛等生畜 是标准的游牧民族 一开始灰狼数量不多的时候 猎物数量足够它们吃饱 所以不会主动入侵人类领地 然而当地的西伯利亚虎曾被打字不列 数量锐减到差点灭绝 于是灰狼就失去了竞争者和天敌 导致它们数量迅速增多 已经达到泛滥的程度 每年秋冬季 投狼总会带着狼群袭击牧民养殖的牲畜 狼群是天生的作战者 它们擅长分工合作 依照投狼的安排 有的狼去冲散牲畜群 有的狼死死追击锁定好的猎物 不让对方有喘息之机 有的狼就会跟在旁边 等时机成熟就上去偷袭一口 当目标终于体地不知和族群失散之后 灰狼们立刻群起而攻之 想尽一切办法轮流咬住猎物的喉咙 等对方窒息倒地后 就会将猎物分食 为了跟穷凶恶劫的狼群斗之斗勇 牧民可谓是想尽了办法 枪击火把吓退它们 养牧羊犬请猎人狩猎等等 虽然想出了种种办法对付灰狼 但俄罗斯灰狼的数量实在太多难以消灭 这就让附近的牧民吃尽了苦头 据说每年被灰狼吃掉的驯鹿足有9000头 500多匹马每年能造成将近2000万损失 为了遏制灰狼的泛滥 俄罗斯可谓想尽了办法 一开始鼓励猎人狩猎灰狼 只要猎得一头狼就能获得200多人民币 但奖励推行后却收小胜威 毕竟狼属于群体作战动物 且具有高智商 放哨的狼一旦发现危险靠近 就会嚎笑着通知同伴及时逃避 再加上猎人的数量也没那么多 整体算下来捕猎效率并不高 一计不成 俄罗斯就推出空中狩猎项目 参与者以此支付10万美元 就能坐着直升飞机 在西伯利亚上空追捕狼群 这个项目在国内外的吸引力都很强 但付得起10万美元的大牢并不多 不过这项举措主要也是为了筹集资金 狩猎反而不是主要目的 不过即便是空中射杀 也难以控制灰狼的蔓延之势 再加上狼群十分聪明 会主动避开发生过危险的区域 很难大批量捕杀 因此这些灰狼依旧让俄罗斯头疼不已 目前还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 在俄罗斯泛滥成灾的灰狼 有可能顺势而下入侵中国吗 俄罗斯在上世纪曾大量捕杀西伯利亚虎 这就导致当地的灰狼失去了 可以制衡他们的天敌 再加上狼本身的繁殖速度并不慢 于是在短短几年内增加到了10万多头 当可供他们捕食的野生动物数量 没有增加太多的时候 泛滥的狼群就会对牧民的牲畜下手 不仅造成了损失其大 还存在伤人的危险 从地理位置上看 俄罗斯惠狼生活在西伯利亚东北部 虽说距离中国还有一段路 但若是他们想要迁移而下 进入中国东北并不是没有可能 我国东北的野生动物 主要生活在新安岭地区 北起黑龙江畔 南至希拉木人河 原始森林茂密 拥有一千余种野生植物 四百多种野生动物 这里主要生活着马鹿 梅花鹿 棕熊和黑熊 野鸡野猪等中大型野生动物 最主要的是 这里是东北虎和远东豹最重要的分布地 相比之下 狼群更适合生活在平原地形 大兴安岭山高林密 狼群在这样的地形里 无法发挥集体作战的优势 只能两三只为一群打游击 不猎效率降低不说 还更难以抵挡东北虎和熊的威胁 其实大兴安岭早在2020年 就出现过野生狼群 不过狼群在此处 并没有大肆繁殖到泛滥的地步 不仅地形不占优势 更重要的是 这里的东北虎与远东豹 都是食物链最顶级的捕食者 因为地形分散成小群的灰狼 基本不可能和它们展开竞争 再加上棕熊和黑熊 同样会牵制它们补业 所以抢不到足够的食物 狼群繁殖的速度 自然就能得到压制 再者 现在国内能满足狼群生活的范围有限 自然资源和猎物本来就不足 因此 就算俄罗斯灰狼南下进入我国 它们也只会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数量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零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